好你知道嗎 每天你吃下肚的雞蛋 都是在怎麼樣的環境當中 孵出來的嗎 台灣動保團體 日前公佈資料 台灣有四大連鎖素食餐飲業者呢 目前呢 他們都還是用籠子 把母雞這樣關起來 有的一個籠子呢 裡面關了兩三隻喔 疑似不人道 日前呢動保團體 前往到素食店來遞交公開信 呼籲業者要善待動物 人道飼養 善待雞才有好蛋 善待雞才有好蛋 素食業請用飛龍式雞蛋 素食業請用飛龍式雞蛋 母雞工會成員遞交公開信 給素食店業者 希望他們能夠盡快的付諸行動 為關在雞龍裡的聖誕機請命 根據母雞工會呢 他們表示呢 現在呢台灣大約有八到九成的 這素食業者呢 還是使用這種 像這種格子龍的方式來飼養母雞喔 尤其是聖誕機的一部分 是非常的不人道 那麼呢他們希望呢 能夠呢 對四大的素食店業者能夠提出 希望他們能夠用這種 所謂的飛龍式的這種方式 來飼養母雞 這樣做比較人道一點 根據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所掌握的資料 包括麥當勞 漢堡王 肯德基以及摩斯等 四大連鎖素食店業者 來進行調查 以國際上來說 歐美地區有很多的國家 都已經有具體承諾 採用飛龍式的方式 來飼養聖誕機 但相較於台灣 則除了漢堡王總部 要求全球的代理 在2030年前 要全部採用這種人道方式之外 其餘的業者 都還沒有提出相關政策 母雞工會表示台灣地區 有超過4000萬隻的母雞 一輩子都被關在這樣子的小籠子裡 兩到三隻擠在一起 猶如人間煉獄 成為鏟蛋機器 台灣目前包括了家樂福 大輪發還有一家居家用品店的 大賣場都已經改用了飛龍飼料雞蛋 動物團體的聲音 業者們是否能聽見 而當消費者購買蛋品食用 卻發現用這種不人道方式 所生產出來的蛋品 善待動物 看來也是眾多的食品業者們 需要用心思考的議題 人間衛視張玉成 鄭仁中 台北採訪報導 睡覺 以上 發放 使用 第一 his 制作 決定